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还害怕收不上税 遭到罚缝甚至丢官 在南方 地方官里甚至明知朝廷有减免税粮的政策却不执行 这样他们就能借着征税的名义搜刮名才了 你说的情况在我们县就曾经有过 地方官府仗着百姓不知朝廷政策 又见不到皇上 所以对下面欺骗 对上面隐瞒 百姓却都以为是皇上的主张 这就造成了今天的民反 是啊 要不是见到你这官场中人 我们还真不知道做官还有这么多学问呢 难哪 是啊 看来当官不是要管住百姓的 而是要作为百姓和朝廷沟通的桥梁 百姓有什么不满 要及时向朝廷禀报并说明原委 朝廷有了命令下达也要充分的给百姓解释清楚 这样就做到了上下通透 没有任何阻隔 也就不至于酿成官逼民反的事情了 今天和你们这番序话 我觉得你们要是做了官啊 必定是朝廷信任百姓拥戴的好官啊 过奖过奖实在过奖了 这俗话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所以说能让舟在水上安稳的行进 正是为官的职责所在啊 嗯 是啊 天色不早了 我还要去首府大人府上 不如我们一同去他府上如何 咱们三人同去 正好可以各书己见 为朝廷献计献策 如此甚好啊 我们这次前来 还正打算去拜望他老人家呢 是啊是啊 好啊 走吧 走 请 走 走 请 李少爷您来了 邱公伯没跟您一起来 已经说过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坛子 我干爹还能看上你这个小酒馆 等你两层楼变成三层楼的时候啊 兴许他老人家能够屈尊给你蓬蓬厂 是是是是是 就是变成三层楼 不也在靠您照着不是 哼 怎么回事 哎 那几个要考试的曲子来了吗 都在上面厚着 这您哪 还以为您不来了 都急得跟什么似的 我心里说 您要是不来了 他们那些礼送谁去 那功名不愿就打水漂了不是 哎 你小的说话注意点 是是是 那礼都是送给我干爹的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前面带路 是 请请请 让开 你来你来 哎 那是个什么人物啊 这么霸道 看着像是有什么不轨的交易 要进行似的 你们会不认识他 他不就是咱们家善县 李源外在京城的那个儿子吗 是他 他叫李吉珍 据说是锦衣卫的小头目 认了宫里的邱公公做干爹以后 就牛气冲天 养了一帮地痞无赖 危害一方 哎 现在不是要进行会事了吗 看来他们又要借机 大发一笔横彩了 但是我相信 这天网恢恢 恕而不漏 尝尝 好啊 哎呦 这颜色多好看呢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 怎么样 好酸哪 酸啊 哎呦吃不了 不酸哪挺甜的 啊 不会吧 你什么时候变得爱吃酸的了 瞧你吃的精精有味的 哎 你说这回我的肚子里 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但愿呢 是个女孩儿 那不行 要是个女孩儿的话 那叶家 岂不是就没有男丁了吗 谁说没有啊 绍原不是你儿子啊 哎 绍原不是过记给你们了吗 哎 虽说过记给我了 可他终究 是你们叶家的血脉呀 我想过了 如果你这胎是个女孩儿 我就把绍原还给你 这样你们叶家就相伙有计了 那 那女呢 那时候 你们把绍原送给我 我是很感激的 婆婆心里也有了安慰和寄托 现在婆婆不在了 我怎么还能夺人所爱呢 阿莲 你这一生都为别人想了 有没有为自己想过呀 别人快乐了圆满了 我这心里也就快乐了 何况 我现在帮着相公做膳事 每天活得也很自在啊 像你这样的好人哪 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 请 大人他们来了 见过首府大人 大人 老夫手头事务凡的 让你们久等了 晚生虽然未见您面 但是在江南 却经常听到百姓在赞扬您的心政 这都是您多年历行改革所致啊 不提了 不俗之处还是有啊 想必你们有所耳闻哪 学生来此正想知道 皇上到底怎么看 好 好 来来来来来 先坐下 啊 坐 好 坐下 啊 啊 皇上自登基以来 一直支持实行新政 还命地方各州县适当减税 这已经是额外的恩典了 这说明皇上还是爱民如此的 首府大人说的有理 这改革也不是一处而就的呀 张大人为天下百姓操劳 百姓们是不会忘了您的恩情的 哎 记不记住老夫倒是无所谓 只是老夫这些年觉得身体日益衰微 怕早晚有一天会支持不住啊 哎 我这身体啊 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 首府大人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哎 元皇 你不是很精通医道吗 不妨为大人切切脉 看看大人的身体该如何保养才好 哦 你还懂得医书 好 在下祖传三代行义 好啊好啊 那你就给我看看吧 好 请吧 好 干爹 您看 这些个珠宝 都是那些考生供奉给您的 啊 到时啊 他请干爹 跟主考官同同气 他们若能逃去共生 那电视就应该补充问题了 到时候啊 还有着厚礼 向我教您哪 看来这些礼品你也消化不少吧 天地良心 天地良心 儿子哪敢呢 干这样的买卖 这还能有良心 要是有良心 那还能干得成吗 你要是有良心 我还要你干嘛呀 是不是这个理啊 是是 干爹说的是 干这种事啊 他就不能要良心 走 这些礼品我就先收着 你去告诉他们 等主考官的人选敲净以后 我再统治你 干爹 您说这事儿 他能是拿久闻吗 怎么 你还信不过你干爹我呀 不是 只不过那些举子 他们想吃个定心玩啊 这事儿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就告诉他们 我会尽力的 是 是 嗯 赶紧慢走 嗯 嗯 冤皇 依你看 收府大人的脉象如何 噢 您不用担心 大人的病是祭牢过度所致 其实只要服用一些去内热的药 把内火卸下来就可以了 而您服用的都是一些大补之药 所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原来如此 那你就为老夫好好开个方子吧 好 来 咱们到这边来坐吧 好 上茶 是 请这边坐吧 坐吧 你们这次是来参加会试的吧 不要耽误你们太多的时间 开了方子 你们就赶紧去准备吧 大人 没有关系 这次我们是成竹在胸 大人 说到考试 学生还有一件事情要禀告的 学生在酒馆发现有不少硬式的橘子 正设法买通朝廷官员 不知大人知否 大人一向是稀才爱才 目前正是国家用人之计 如果这次考试 不能做到真正的为朝廷选拔人才 那岂不是欺君误国吗 靠专营取巧求得功名 此风一掌前景堪忧啊 他们这可是犯了欺君之罪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 你可了解实情 在下只知道 钻营此道的是大内邱公公的干儿子 叫李济珍 原来是这样 你回去立刻把这些打通关节 行回送礼的举人的名单落实清楚 我们要在考试之前 把这些解小之徒给剔除 下官这就回去着手办理 大人 这是我给您开的方子 您先吃两剂试试 如果有成效 就连续吃三个月即可 好 你照此方抓药去 是 大人 时候不早了 我们就不打扰了 请大人歇息吧 学生还要回去准备一些考试的事情 你们好好准备考试吧 等你们做了官 一定要上中军下府民 要爱民如此啊 学生铭记在心 好 好 学生告辞 学生告辞 好 少爷 他人呢 少爷 来了 来来来 青菜种这边 萝卜种那边 知道了 灵儿 少爷大了 也到了进学馆的年龄了 天一暖和 就让他上学去吧 好啊 以后 我还盼望着他能考上状元呢 我都会写诗做对子了 真的 是 我怎么不知道 是谁教你的 是雌云寺里的幻渝禅师教我的 幻渝禅师是谁啊 有一次 这位幻渝师傅 经过这里掏完水喝 是少爷招呼了他 没想到 他们就成了忘年骄 特别的投缘 少爷一有时间啊 就往雌云寺里跑 少爷 以后 你跟幻渝师傅 多学点古文倒是可以 可别学着学着 也跟着看破红尘出了家 那可不行 原家还指望你叙后呢 听见没有 知道了知道了 阿灵 你怎么了 你可不要吓我呀 没事吧 灵儿 快扶我进屋群 让少爷帮我去请个大夫 少爷少爷快 快去请大夫 快点 好的 你慢着点 怎么回事啊 大家肃静 现在本官宣读一份名单 凡是名单上念叨的声援 全部请出来 田西元 到 曾祿明 到 许志山 到 算未全 到 把他们带下去 是 走 走 这 大人 这四位声援违反了考试规矩 企图贿赂主考官 他们目无王法 了事朝廷会士 犯了欺君之罪 你们各位举人一定要引以为戒 要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应对会士 切不可效法此等败类 大家开始考试吧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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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救我呀 那几个居子把我给供出来了 他们现在到处在抓我 我真是没进这边躲啊 不要慌 你要稳住啊 你让我怎么稳住啊 他们已经隔了我的职 要是被他们找到 一定会把我送到刑部去的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赶爹 这珠宝您都收了 要是他们找到我 您不是也得受牵连吗 你威胁我 不不 赶爹 我可不敢的 不过你得给我想个办法呀 你在这里躲着也不是办法 你逃得越远越好 让他们找不到你 这样 他们就拿你没办法 还有 这上面有我来疏通 用不了多久 我看这事就平息了 赶爹 那我躲哪去呀 我来给你指条名路吧 现在宫中正在招收小太监 可是有钱的人家 谁都不愿意把孩子静了身 送进宫里 你呢 到河北天津一带 弄一些农家的小孩 静了身 交给我 一个孩子 我给你一百两银子 怎么样 可干爹 这朝廷有禁止撕烟的规定 这风险也不小啊 风险 干什么事没有风险呢 要想得到银子 就不要怕沾风险呢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赶紧赶紧 我去 我去 行 干爹 不过 您得先给我点路费盘缠吧 行 我给你五百两银票 你先拿着 干爹 这五百两也太少了 我想多欲为点 以防万一不是 行 再给你五百两 不要走了风生啊 是干爹 我给你五百两 快点 快点 那一天 就要 directed 跑得来 一人 大人 赶紧 粉 是 封锁 真是 您的 您说什么 大夫 您再给看看 都这么大岁数了 不会有错吧 不会错 不会错 明显是喜脉啊 如果没错的话 还是个男孩 真的 我真的有喜了 太好了 这下原家 原家终于有后了 不过 夫人 这孩子虽然来之不易 但你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而且你年纪过大 又曾经留过产 这个孩子要是生的话 恐怕会有风险 你还要三思啊 那大夫 风险大吗 这我也不好说 大夫 我要这孩子 这孩子我要定了 只要能为原家生个儿子 我什么都不在乎 你看 你看 出榜 冬皇 你看 出榜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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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走啊 你干什么呢 怎么了 要不你进去看吧 我在外面等着 你这是怎么了 我们早点掏完榜 以后回家给家里人报喜啊 你进去看也是一样的 你就去替我看吧 行 你等等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你在担心这些年改过积善以后 命运到底会不会还会有大的改变 我说的对不对啊 这次会是原本孔先生就算你不该考取的 所以你是不敢去证实 对不对啊 好了好了 还是你最了解我 你帮我继续看一看好不好 你等着啊 来来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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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什么 我这心里有准备 没有考中也是因为我 行程不够 以后还需要努力 所以我 你考中了 你的名字就在红帮上 咱们 咱们全都考中了 真的 你不要骗我 真的 你自己看看吧 不信 你自己看看吧 来啊 你看 就在上面 我 我 出狗了 多谢贤弟这些天对我们的盛情款待啊 太客气了 这是余地应该做的 对了 哪里哪里 很多年没有回嘉膳县了 也不知道玉海谷老是怎么样了 你们回去见到他 一定要帮我问好啊 放心吧 想必玉先生 收到你的祝福 也会高兴不已啊 元兄行善多年 今日果然突破秘术 考取共识 真是可喜可贺呀 这次 要不是冯贤弟仗义之言的话 还不知朝廷里面 又要混进多少贪官污吏呢 那个干尽坏事的 李吉珍被捉拿归案了吧 这次又让他给跑了 我想他一定是听到风声了 会不会上面有人保他 要是保他 被他干爹莫属 我看他现在是已经逃到外地去了 不会再在京城露面了 我相信这次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惩罚 即便是继续留在京城 也很难成气候了 我们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是啊 元兄这次能顺利出共 令人庆幸啊 好 看来命运 真的是可以通过自身的改过 而有所改变 如今考取近事也是顺理成章了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 下次来京考取近事了 好 这次回乡之前 我还想再去七峡山 拜访一下云谷禅师 我还有很多解不开的心结 想向他老人家请教的 我要是能和你们一起去就好了 只可惜我现在是官身不由己呀 你们汉陵院是人才慧萃之地 你能够辅佐皇上治理天下 神诞重任哪 那二位多保重吧 我就不远送了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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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 请 我们走了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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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师呢 老禅师和小和尚 到哪里去了 哎 怎么没在啊 去哪儿了 不会是被野兽 不可能 哎呀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禅师 禅师 我们去找找 啊 禅师 弟子拜见禅师 禅师 禅师 廖帆 你终于来了 哈哈 哎呀 过了这么多年了 禅师还是那么精神局朔呀 哎 老了 禅师 您刚才到哪里去了 我们还在担心您呢 是啊 啊 我们是寻山去了 哦 那 那禅师 您不再打坐了吗 啊 老禅师今天一早就说 会有贵客要到 所以今天没有坐禅 哦 啊 原来禅师早就知道 我们今天要来 啊 廖帆改过十余年 今天终于考上共识了 哦 好啊 哈哈 啊 不过 你心中还是有一些 解不开的疑惑 要来问我 对不对 啊 这是什么事也瞒不过禅师的眼睛 正是如此啊 哈哈 啊 我们边走边聊 啊 走 请 禅师慢点 遵照禅师教诲 弟子行善多年 上次我许下三千件善事 只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做完 嗯 如果照此 我只会许下的三千件善事 再用十年的话 弟子也就到垂暮之年了 就算有再大的报复 也是妄然的 呵呵呵 那你想没想过 为什么用了十年的时间 才做完呢 哎呀 都怪弟子 时常心存顾虑 有时候不坚定 不彻底 还有一层原因呢 那就是 有些善事 你以为是行了善 而实际呢 却如同作恶 所以在行善之前 必须首先弄清楚 到底哪些是真正的善事 才不至于行了半天善 却一点益处也没有啊 啊 这个弟子倒从来没有想过 那请禅师开示 到底如何知道自己 是否真的行了善事 前朝有一位中风禅师 他对善恶有很深的见解 那今天呢 我就说给你们听听 哦 弟子愿闻其想 那好 首先 善有真伪之分 其次 善有正取之分 其三 还有满善半善 大善小善 阳善和阴善之分啊 哎 你们说说看 你们认为哪些是善 哪些是恶呢 嗯 哦 比如 骂人打人是恶 嗯 对人恭敬礼貌是善 贪财是恶 不贪钱财封功守法是善 哈哈哈哈 果然不出所料啊哈哈哈哈哈哈 凡人看事情 总爱看事情的表面 而不管动机和目的 这样 啊 当然就善恶不分咯 呵呵呵 这 我就不明白了 事实上 只要你起心动念 是为了利于他人 利于大众的 就是善 如果 如果起心动念 是为自己 是自私自利的 那就算是尊敬别人 礼让别人 也是恶 比如 一个人做了错事 必须接受惩罚 不能宽恕 如果宽恕了他 就会使这个人 胆子越来越大 还会做出更多更大的坏事 让更多的人受害 所以宽恕 在这里 就是错误的做法吧 本朝正统年间 吕文怡公当宰相时 在路上遇见一个罪汉 此人酒后吐狂言 辱骂于他 手下人见状 就把此人抓了起来 可是李公却说 此人喝醉了 就不要与他计较了 于是宽宏大量的 把他给放了 你们说 这应该算是善了吧 可是过了一年 还是此人 他又一次喝醉了 此时不但辱骂了别人 还动手把人家打死了 自己呢 也被问了死罪 吕公得知以后 十分后悔 他说 哎 假如去年他骂我的时候 我把他送到官牙至罪 给他点小的惩罚 将会使他生起戒心 也就不至于做出今天 这么大的恶事了 我明白了 吕公的善心 是用错了地方 不错 这样的善事 就不能算是善事了 再给你们举个例子 从前我的家乡 闹饥荒 有些百姓受不了 就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的抢粮食 抢东西 闹得百姓们动荡不安 有一位乡身知道了 就把为首的乱民抓起来 送进官府 可是官府却不受理啊 这下 那些乱民就更加横行 后来那位乡身 就私下把抢东西的人抓住 并且把他们教训了一顿 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 倒是地方上安静下来了 倒把乱民震住了 从此再也没有发生更大的乱子 你们说这样的事 算不算善事啊 原来如此 还有 人们往往认为 捐钱就是行善 其实 有的时候 捐钱也未必是真正帮助了别人啊 还有可能 会滋长了别人的 忘心和贪欲呢 比如 现在有些人 假借 供佛 供僧的名义 在外面到处偏钱 有的甚至装扮成乞丐 想不劳而获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其原因就在于有些人 认为捐钱就是做善事啊 所以那些坏人就利用了这一点 骗他们的钱 因此我们要把钱用在那些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上 而不要让坏人利用了我们的善心啊 也有些人在助人之余还不忘记替自己张扬一下名声 恨不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善举 来赞美自己 甚至啊 有些人做善事本身就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的收益和回报 这些统统不能算作真善 总之行善不在行事而在一颗心 一颗心 一颗什么样的心啊 行善无分别心 只是一心要帮助别人 这个善就是圆满的 若是夹杂着私心杂念 比如做这件善事 我将获得什么福报啊 如做不成 那我的公国阁上不就少一件善事了吗 这样行善都是不圆满的 都是善心不纯 因为在你心里 还是有一个我字而非真善哪 哦 今日得了禅师指点 又一次抑郁中定 道破了我的缺点 要不是今天见到了您 我还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善事呢 怪不得进行了那么漫漫 你回去以后 对照我刚才说过的话 好好想一想 看看这些情况 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过 只有知道了如何行善 才能进行了又快又圆满哪 弟子知道了 从这以后我定要断除心中的妄想 分别和执着 用一颗丝毫没有杂念的心去行善 对呀 感谢禅师教诲 好好好 就以后セリー 说起一遍 这么晚宽 说不小 还可以 ええ 对那些人 我也看得懂 自己这个园丝 抓住 明天 原家好不容易地叙上香火 我就是拼上我的命 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灵儿 你答应我 我要是有什么不测 你一定要把这个孩子 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抚养成人 你呀 又想到哪里去了 我相信极善之家 必有余情 阿莲 你是一定会善者天佑的 千万不要瞎想 你就放心吧 打竹板 烫莲花 叫花来到穷人家 不讨米面 不讨钱 讨快不讨宋娃娃 莲花烙 烙莲花 阿莲奶奶有喜了 修善吉普子孙来 摆那衣裳保佑她 早上开到家了 这家好回去 要把这个消息赶快告诉阿莲 原先生 谁 原先生 原先生 你回来了 恭喜你呀 你家里要天丁了 是啊 什么 莲奶奶要伤儿子了 您快回去吧 你们说的是真的吧 是啊 我们正在祈求百家步 给原奶奶的儿子做百家衣了 县里的老人说 孩子穿的衣服所用的不越多 就越能保障孩子了 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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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快回家 好 谢谢了啊 永恒 慢点 撒竹板 烫莲花 父母大人 冤家的列祖列宗在上 不孝南冤煌 本当命中无子 未料 而信受了云谷禅师的立命之说 一心向善 竟把命中没有的儿子给求来了 这是原家的大喜事啊 原皇告知二老 你们在九泉之下 可以明目了 请二老在天之灵 保佑阿莲和我原氏子孙平平安安吧 相公 你就当着祖宗的面 给我们的儿子 起个名字吧 咱们的孩子 得之不易啊 就 原天启如何呀 象征着我们原家的希望 啊 好 天启 对 他扯啊 難道 阿蕾 阿蕾 你要挺住 挺住阿蕾 脸上的身体 我怕他顶不住我 不 不 不行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要保住孩子 不要买我 一定要保住孩子 我 蕭花 你要干什么 我进去看看 不行不行 蕭花 不能乱人规矩 你再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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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蕾 爹 阿蕾 坚持住 你不要坚持住啊 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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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娘都会不会死啊 你胡说什么呀 回去身家去 回去 我求求你 蕾啊 使点劲 使点劲蕾 来 使点劲 蕾 蕾 我 行了 我快不行了 好 答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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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保住 冤家的果肉 阿蕾 冬慧 你不要说泄气的话 好 好 有力 有力啊 有力 好 好 就要伸出来了 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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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生了 生了 对 Zwe 阿蕾 阿蕾 阿莲 阿莲 阿莲你醒了 活着 活着 活着呢 菩萨还想让你帮我再行三千件善事呢吗 你哪能撇下我就离我而去呢 孩子 孩子很健康 你放心 是个儿子 是个儿子 我来回头 医生